一个冲突场面带领掌握是发生在台中 一位长期精神不稳定的男子 他因为抗拒就医居然手持的镰刀要攻击人 而当警方赶到现场劝说无效的时候 这时候警方想说假装请这名男子要抽烟 那么男子要来拿烟的话 势必要把镰刀放了下去 就趁着这个时候他把镰刀丢掉 警方赶紧冲上前将他制服 原警试图要让这名手持镰刀的男子冷静 但是男子状况时好时坏 突然之间火气上来 就想用镰刀劈砍原警 双方僵持了十几分钟都没有进展 其中一名原警突发奇想 假装要同事拿出烟来 请男子抽 试图让他卸下心房 听到有免费的烟可以抽 男子欣然地丢下镰刀要拿烟 警方见机不可食 趁他拿烟时将他压制在地 据了解这名长期精神不稳定的男子 只要听到要被送医就会生气 当天发病时不满家属又要将他送去医院 才会手拿镰刀要攻击别人 还好在原警的机制下化解了这场危机 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 也索性没有把男子惊怒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